欢迎收听来人听书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子梦 这个公主也不例外 让我们走进公主的世界 聆听马西亚可瑞的 相信童话的公主 第十八章 神圣卷轴 殿堂里一片沉默 公主的心跳突突撞击着她的胸膛 她觉得在寂静中 每个人都能听见她的心跳声 巫师转过身 面向石墙高举着双手 一股白烟冒了出来 片刻之后 石墙中传出雷鸣般的轰隆声 似乎震动了整个大厅 公主身体向前倾斜 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 突然 墙上裂开一条缝 露出一个紧缀着珠宝的祭坛 上面放着一个古老而精致的羊皮卷轴 上面盖着金色的封印 巫师从祭坛上拿起卷轴 小心翼翼的把卷轴呈给公主 公主像拿一件易碎的雌性一般捧着卷轴 揭开了封印 为了这一刻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公主的声音有一丝颤抖 你所做的并不仅是等待 巫师提醒公主 得到神圣卷轴 是你为自己赢得的荣耀 公主全身颤抖不已 她打开卷轴 卷轴上的字 似乎是由皇室的雕刻师刻上去的 使她想起 公主情感与仪态皇家规章 我要大声念出来吗 公主问道 是的 亲爱的 你大声念出来吧 巫师一边回答 一边忙着从口袋里抛出一副眼镜 公主 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大声念道 神圣卷轴第一卷 第一卷 公主从羊皮卷中抬起头 只有一卷吗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呀 现在暂且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巫师说 希望 不会像我想象的那样 公主一边说 一边看着医生 然后是巫师 最后眼睛又回到了医生身上 神圣卷轴第一卷 我们知道的全部真理都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它们往往并非如此 一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是宇宙的孩子 不管哪一方面 我们都是完整的 美丽的 完全的 因为 我们本来的面貌 就是无限的存在 所期望的 因此 我们生来就有被尊重 被爱的权利 不接受 任何不尊重 和不爱我们的行为 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再也不会忍受 不尊重 和不爱我的行为了 公主一边说 一边抬头望着医生和巫师 他俩都赞同的点点头 这一瞧 早应该在 公主情感 与一太皇家规章里 伴随我一起成长 公主 低下头 继续念导 二 如何 从一滴水珠 可以看见整个大海 每一个人 也包含着 人类整体的生命 如同海潮的涨落 我们 也要随着生命的潮水起伏 岂会唯一 永恒不变的 就是变化本身 坚信所有事物 他们的样子 本该如此 虽然 有时你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一念到大海 我就想起多力 公主说 他教给我 他教给我 关于海洋的一切 如何放松 如何顺应潮流 而不是 灭着潮流挣扎 真希望他能够在这里 他肯定会喜欢这些文字 三 在柔软的地膀中 并藏着爆发的力量 在痛苦中 并藏着快乐的种子 在充满挫折的道路上 定预着新的机遇 他们 都是我们生活的导师 我们应当 对他们心存感激 一丝觉悟的神情 越过公主的脸庞 我从来没有想过 王子给我带来的痛苦 会成为我生活的导师 我从痛苦中 学到了所有这一切 记住 人生最大的教训和觉悟 来自最大的痛苦 医生说 公主缓了一口气 继续念道 四 我们都是一个伟大设计的一部分 她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万事万物 在这个设计中 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 和存在的理由 当公主念到这里 手脚开始感到刺痛 一股温暖的感觉 在心头升起 她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巫师将手放在公主的肩上说 没事的 公主 你现在的这种感觉 来自于你现在的看法和信念 公主感到惊奇 她什么也没说出来 巫师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感受 为了驱散这种奇怪的感觉 公主再次把注意力收回到卷帐上 五 经验并不总能代表真理 因为我们的眼睛总是带着主观色彩 只有在我们的心灵保持安静时 我们才能聆听到真理之声 主耳语一般像我们的心灵诉说的身影 就是造物主 试着唤醒我们的身影 这个身影 让我们了解真实的自我 我们原来的样子 以及 我们知晓的一切 公主 回想起来自无限的身影 向她吐露心生时 她感受到的一切 渐渐地 手脚刺痛的感觉 缠遍了公主的全身 胸中 暮暖的感觉 开始扩散 她双手捧着脸庞 一声细语地 对巫师说 对不起 现在 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郑州很漂亮 可是 道理听起来很简单 我的意思是 我已经知道其中的道理了 仅仅了解真理是不够的 巫师 今生地对公主说 要让真理发挥魔力 你必须用心感受 让真理成为你的一部分 此时此刻 这种事情 就发生在我身上吗 真理 成为我的一部分了吗 真理 一直都是你的一部分 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是不是 我领悟的更多一些 我也可以像你一样 变出白烟 公主 带着少女般的欢笑问道 你不会有白烟的 公主 但肯定 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很快 你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了 现在 请你继续念 六 每一个新的时刻 都充满了崭新的可能 每一天 都是一颗甜美的果实 等待被采摘 我们应该实时收获 分享 丰硕的成果 不要虚度 每一个当下 因为 今天的一切 很快 就会逝去 虽然 昨日的一切 和今日的一切 都是同样的东西 巫师 打断了公主 公主停下来 疑惑的 望着巫师 对不起 巫师 抱歉的说 我不想打断你 刚才的话题 我们改天再谈吧 请继续 公主 七 当我们 踏上真理之道时 一股完美无瑕的感觉 传遍了全身 我们感觉到了 我们 其他人 和万事万物的完美 我们选择的道路 是一条 温柔 仁慈 热情 宽容 与欣赏的道路 我们的精神 因此而充实 心灵的充实 创造出心中的爱 心中的爱 又会创造出 我们生命的爱 八 当我们 踏上真理之道时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 真正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的内心 而不是 在我们眼前 或者身后 因为 只有我们心中的东西 才是人类 最珍贵的宝藏 也是宇宙的壮丽 美景之所在 整个大清 一片禁忌 没有一声鸟鸣 也没有一句笑语 公主的体内 涌动着 一股强大的能量 温暖的感觉 不断地扩散 大清的每一个角落 都被她猛罩其中 并且蔓延到 外面的花园和天空 公主 有一种 飘飘然的感觉 同时 又体验到 一种前所未有的 清明透彻 煞时 公主意识到 神圣卷轴 为什么 对她产生 如此巨大的影响 她低头 看着手中的羊皮圈 在抬头 看着巫师 医生 和一大群鸟儿 他们都回忆 期待的眼神 从这一刻起 这就是我的新皇家规章 公主 大声宣布 幻音刚落 一股白烟 忽然冒出 包围着公主 等公主 挥手驱散白烟 神圣卷轴 也已从消失了 学而在之的 是一面可爱的小镜子 上面雕刻着 精巧的玫瑰花 神圣卷轴 上哪儿去了 公主 镜子 亲爱的 巫师 催促倒 玫瑰色的 玫瑰色的碳眼睛中 闪烁着 前所未有的光芒 这光芒 是如此耀眼 比王子的眼睛 还要明亮 突然 维基的身影 响了起来 打破了四周的沉静 这些光芒 是为我们 闪耀的吗 维多利亚 是的 公主 答道 她深情地 望着镜子 知道这一切 都是真的 这一次 谁也不能将 这些光芒 夺走 永远不能 维基 兴奋地喊着 维多利亚 不禁 对她感到 一阵怜爱 公主 快乐 而全身全意地 用双臂 紧紧抱住 自己的身体 医生 向巫师 眨了眨眼 巫师 会心地笑了 鸟儿们 欢唱着 在一片愉快的 纷扰中 维基 又说话了 维多利亚 我有一个 重要的问题 要问你 鸟儿们 安静了下来 目光 又集中在 公主身上 什么问题 维基 维多利亚 一边问 一边擦拭着 脸颊上的泪水 你发誓 无论疾病 还是健康 无论顺境 或是逆境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会爱我 珍惜我吗 我保证 维多利亚答道 我会照顾你 听听你的声音 努力 去了解你 你愿意 尽一切努力 让我再受到伤害吗 你愿意 尽一切努力 不要让我再受到伤害吗 我无法保证 能做到这一点 但我敢保证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做你最好的朋友 你发誓 我发誓 维基 维多利亚一边说 一边放下镜子 在胸前 画了一个十字 我发誓 若有违反 不得好死 维多利亚 有些害羞的抬起头 意识到 他和维基的这段对话 听上去一定和傻 但他看见 巫师用鼓励的眼光 对他微笑 维多利亚深吸一口气 牵了牵嗓子 然后问 咳 维基 你发誓 你愿意 永远做我 好奇和天真的源泉 成为我 通向快乐的桥梁吗 我愿意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愿意 你愿意 用你的微笑 用你的泪水 用你甜美的歌声 陪伴我一生吗 维多利亚 从水晶花瓶中 抽出一枝玫瑰花 充满爱意的 递给维基 维基 送给你 这象征 我们的爱情 这也是送给你的 维多利亚 这是我们 送给我们自己的花 不是因为别人 不给我们送花 我们才这么做的 公主 灰舞之鲜花 优雅的旋转 俯身 伸展 跳着花子内心深处的灵魂之舞 这一刻 他全然不知道 一个灿烂 薄木的光环 照着他 随着他的身体 而起伏跃动 鸟儿 鸟儿们欢呼着 跳跃着 煽动着翅膀 四处飞翔 医生也加入了鸟儿的行列 与他们一起歌唱 巫师也在开怀大笑 和大家一同欢庆 在庆祝典礼 进行到一半时 公主突然想起了 自己的童话故事 她顿时困惑了 她回头叫了医生 问道 在我踏上这段旅程时 你不是告诉过我 到达真理殿堂之后 我的童话故事 就会梦想成真吗 是的 你已经在朝着 这条道路前进了 公主 医生回答说 要真正的爱别人 就必须先爱自己 难道童话里 不该有一个王子吗 那是在床边 讲给小孩听的故事 是的 那里面都有一个王子 可是 在现实生活的童话里 不管有没有王子 都应该幸福的生活 公主 公主仔细思索着自己的过去 她为什么如此渴望找到一位王子 如果没有王子在身边 她会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她需要一个王子来爱她 她需要王子眼中的光芒来证明她是快乐的 美丽的 特别的 可爱的 然而 事实 并不总是这样 她从王子那里体验的一切 有关爱 有关拯救的经历 都证明了 这一点 可是现在 她仍然希望找到一位王子 但王子 不再是她生活的全部 而且 无论有没有王子相伴 她对自己的爱 已经足以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曾经告诉过我 我的童话故事会变成现实 但是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公主说道 我开始了解你的意思了 公主坐在宝座旁 双手撑着脸颊 侧着头说 但我 还是希望有一个王子 当他凝视着我 我的心跳 会加速 双膝 会发软 这样的想法 太浪漫了 但是 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迷人王子 不能只是凝视他的眼睛 就觉得 他是你的真命天子 那我应该如何判断他呢 要看他的人格是否纯洁 心灵是否充实 你是说 他应该像神圣卷轴上写的那样温柔 仁慈 热情 和宽容 是的 医生回答说 不仅对自己 对其他人 也要这样 因为 一个人爱自己的方式 与爱别人的方式 是一样的 不是充满了温柔和宽容 就是充满了严厉和排斥 这 这就是真爱的秘密吗 公主问道 这 只是一部分秘密 医生 回答说 另一部分 是真心喜欢 真心喜欢 对 因为一个人 不可能爱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做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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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